第1143集 天独大小姐 你杀个小流氓呢 就救了一条街的人 杀个大流氓 就救了一个镇子 你杀了个圣级的流氓 那可就是救了一大片呢 好几个城的好人呢 师父说的是 我们这是借天行道呢 楚乐儿很快乐 所以呢 你对坏人不忍心 就是对好人残忍 你对坏人手下留情 他以后再去祸害好人 那就等于是你做的孽啊 可是你这么善良 怎么会作孽呢 师父说的对 楚乐儿重重点头 自己的确是不会作孽 所以呢 以后见到坏人 要杀就赶尽杀绝 不要再给他们作恶的机会 不要让自己作孽啊 可是万一他们改过自新 不就是好人了吗 哎 狗改不了吃屎的 狼总是要害人的 你没听圣贤都说吗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啊 坏人怎么会变成好人呢 指望他们变好 那是多渺茫的事情啊 咱也没时间一个个监督他们变好啊 杀了多利索 师父说的对 所以啊 每杀一人就是一片功德 替天行道者正是楚乐儿小姐 对 我就是替天行道的人 可是师父 你看这些平民百姓看着我也很害怕呢 那是他们还不了解你对他们做了多少好事 你杀了恶霸 最得意的就是这些人啊 现在他们怕你 但以后他们幸福平静的过日子 就会慢慢知道你的好了 再说了 纵然他们一直都不知道 但是我们做好事行侠仗义 又是图人家感念报答的 那岂不就落了下诚了 师父说的是 我是不图他们报答的 你想想看啊 这一路你杀了几个坏人了 总有百事个了吧 那你救了多少好人呢 不计其数了吧 嗯 心中快乐了吧 嗯 伪善欲要人知 乃是伪善 深藏身与名 才是真正的大善 是 杀人是不是也觉得恶心呢 嗯 太恶心了 但是你想想 多少人因为你杀了恶人 而过上了好日子 难道你为了那么多人 受这么一点点恶心 都不行吗 当然可以 所以恶心也要杀恶人 做好事 对 武绝成的授徒 第一阶段宣告成功 这一阶段 要是让楚阳听到的话 绝对会找这个老家伙拼命 让楚家任何一个人听到的话 也会立刻把楚乐带走 远远的离开这个师父 所以 这才是武绝成 这次伤势美好利索 就带着徒弟出来历练的真正理由 而他这番理由 却正是找对了灌输的人 楚乐儿聪明绝顶 一般的忽悠 岂能忽悠得了他 但是他自幼就被病痛折磨 一颗心 早就已经在无边无际的痛苦中 变得尖如磐石 意志也早已经在无边无际的绝望中 打磨了出来 或许 一般的这么大的小女孩 见到别人杀一只鸡 就会吓得速速发抖 但是对于楚乐儿来说 亲手杀几个人 而且还是杀的恶人 心理压力真的不大 至于武绝成的一番灌输 其实只开个眼子就够了 后面的那些话 武绝成说的 楚乐儿也觉得是自己想说的 武绝成自然刚愎自用 但是楚乐儿更加的爱总分明 到了一种病态的地步 在楚乐儿心中 这一层甚至比自己的师父分得还要清楚 精准 你害人 我为何不可杀 难道还留着你去害别人吗 楚洋是我哥哥 也是这个世界上对我最好的人 你骂他 你想要杀他 那么纵然你是好人 我也会杀 更何况你是坏人 至于体谅嘛 每个人做坏人自然有原因的 但追根究底都值得原谅 都值得体谅 可是我体谅的过来吗 再说了 当初我一出生就躺在病床上 一直在生与死的地狱门口徘徊的时候 又有谁体谅过我了 楚乐儿心中愤愤 如今我活了 我为何不能活出自己的风采 做自己最想做的事情 何必要受什么拘束呢 夸我自然我很高兴了 但是骂我也无所谓 你骂你的 我杀我的 只要我哥 我爹 我娘不骂我 那不就行了 活着就是要肆意 就是要洒脱 就是要无拘无束的 就是要我行我素 就是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如此才不辜负大好人生 青春年华 吴绝成又开始了第二阶段授徒 乐儿啊 你看你这用毒也用得太浪费了吧 须知毒物乃是上天的恩赐 每种毒都有它的独特价值的 所以不能乱用啊 听你所听 想你所想 畅想听吧 你的快乐私塾 CNW.ZXP8.com 师傅的意思是 我们用毒要恰如其分 不多一分 不少一毫 正好让人死了 却又不浪费 比如说啊 你用一钱草就能毒死一只鸡 那么要是用了两钱 岂不浪费了 这个要精打细算才行啊 用毒分好多个阶段的 第一个阶段呢 只要毒死人就行 什么毒都可以用 这呢是最下诚的 因为根本还不能把握毒性 第二个阶段便是精准 因人而异 第三阶段 那就是用只能毒死王做的毒物 却要去毒死圣集 这就是一门学问了 关系到体制功法 环境心境等等 至于第四阶段 则是用大补之药毒死人 嗯 到了第五阶段 就是随时可以反串 那就是 我用毒死人的药可以救人 用救人的药也可以杀人 解释 那既是神医又是毒圣 那才算真正入了门了 比如你师父我吧 你现在呢 就处在第一阶段 要抓紧向第二阶段迈进呢 对付什么样的人 用什么样的药 比如说吧 你对付一个王做 本来三色毒就可以送他上天了 可你却用了能够毒杀圣集的 无影之毒 这就太浪费了 而且太抬举他了 死在这么高级的毒药之下 忒忧呆 一只下三天的鸭子 你却非要捉着他去九中天鹊杀掉 乃是高宰了他呀 师父的意思是 这俗话说得好啊 什么样的人玩什么样的鸟 什么样的人呢 就用什么样的毒 要有匹配 如此利于自己控制毒树 不至于杂乱无章 嗯 弟子明白了 明白就好啊 比如说青楼祭院吧 风流才子与贩夫走卒去的 就绝对不是一个地方 呃 哦 为师失言了 其实那种地方我从来都不去的 嗯 徒儿相信 师父绝对不去 一次 武绝成掩面泪奔 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武绝成道貌黯然 所以杀了人要亮出名字 若如此则问心无愧 对 本小姐行不更名奏不改姓 我就是楚乐儿 不好啊 武绝成皱起眉头 楚乐儿这三个字 太没气势了 行走江湖都有个响亮的外号 这个要好好的筹划筹划 嗯 师父说的是 那咱们来商量商量 师徒二人埋头钻研了许久 在否决了无数的外号之后 一个让师徒二人都感觉到满意的外号 终于横空出世 这个外号一旦出现 因为楚乐儿大小姐要扬名立万的关系 立即就风靡了清河南北 大江两岸 天独大小姐 这一路行去 一片片的腥风血雨 楚乐儿小姐一身的毒工 越来越出神入化 越用越是德心应手 从黑雪丛林出来 一路到叶家的底盘 这一路简直比上一次楚洋的那一路 还要残酷 所过之处一片哀红 天独大小姐的名头迎风远扬 风头之近简直是盖世无双 人人都知道 有一位心狠手辣 下手绝不留情的粉装玉琢的小姑娘 号称天独大小姐 正从东南一路北上 大家还是躲得远远的吧 惹恼了这位大小姐 可真不是玩的 真敢杀人啊 一杀一大骗 那好看的眼睫毛都不眨一眨啊 自从进入叶家地盘 纠纷更多 是非更多 谩骂欲外天魔的人也就更多了 于是死在楚乐儿 这位天独大小姐手上的人 也就更多 有几个叶家的附属家族子弟 听说天独大小姐貌美如花 居然起了邪心 面对陷阱 师徒二人当然是 昂昂然的一步踏入 随即不知陷阱的家族 就倒了霉了 这些家族在被肆虐一番 抢劫一番 又被搜刮一番 威胁一番之后 连夜跑到叶家哭诉 叶家人当然要为手下人出头了 于是乎一波一波的来人 由弱到强 武绝成认为这是历练徒弟的大好机会 所以只要没有真正的圣级五六品以上的高手出现 独一大人都是袖手旁观 楚乐儿本来就有圣级修为 现在独工大尽 自然是得心应手 再说了 小丫头可不知道什么叶家不叶家 完全没有半点顾忌 只要是能杀 顺手就宰了 事情越闹越大 等到叶家人也意识到 这次乃是踢到了铁板上的时候 叶家高手在天独大小姐的手上 已经折损了数十位 其中甚至包括三位四品圣级 于是叶家派两位一品至尊率众出动 准备擒杀天独大小姐报仇 但两位一品至尊出去之后 如同泥牛入海 以前还有人逃回来报信 这次却连报信的都没了 于是直接出动了三位三品至尊前去 结果这一去又是渺渺茫茫 事情大调了 叶家吃了这么大的亏 如何能善罢甘休了 于是乎接着又派出两位无品至尊 照样的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 这下子可慌了神了 但就在叶家调兵潜将 准备大举出动一雪前尺的时候 接到了西北来信 家主大人还没看完信 整个叶家本部大院突然乱了起来 有人在惊慌大叫 不好了 天独大小姐杀进来了 武绝成向来无所顾忌 什么叶家不叶家 怎么招惹起我们师徒还没完没了了 一怒之下就闯进了大本营 非要讨个说法 这一刻叶家所有听到的人 真是又好气又好笑 这位天独大小姐 也实在是太目中无人了吧 你在外面耍耍威风 手脚滑溜溜的快 我们也奈何不了你 但你居然冲进叶家大本营来闹事 这老头也真牛气啊 居然跑到叶家大本营来有说法 真是不知道怎么死的 一声令下 叶家高手里三层外三层 包围了这师徒二人 于是独一大人怒了 一声笑一挥手 哗啦啦就倒了一地啊 这件事情到最后 惊动了叶家第一老祖 叶沉沉 第1143集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